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78年开始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种议论叫做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什么意思呢 说这个单干就是解放前 那意思就是说传统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家一户的单干 因此这个单干千万不能恢复 一恢复我们所做的就都白做了 就回到解放前了 可是三十年过去了 现在人们说单干就是回到解放前的就比较少了 可是最近大家知道由于这个圈地造成的土地纠纷 由于种种原因 也由于大量的农民进城以后要素需要重新配置 等等 那么很多人呼吁这个土地所有权不仅经营方式是个体化了 而且土地所有权也应该还给农民 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那个地权归农的改革 那么这个时候就又有人说了 说不管怎么样改 土地绝不能让农民私有 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现在这些人就不说家庭承包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现在这些人说 大概是说土地私有制 那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那么按照他们的说法 最近有很多人在那里论述了 说一旦土地归农民所有 我们现在讲的土地私有制肯定是土地归农民所有 没有人说土地归一个恶霸所有 或者说归地主所有 其实私有制公有制本身都不是问题 关键是怎么私怎么供 你那个公有制也有奥斯威星集中营量的公有制 也有那种一种自由的公有制 那么私有制当然也有一个大地主独霸 全部土地的私有制 也有耕者有齐田的私有制 但是现在这些反对土地私有制的人 几乎都是反对耕者有齐田的私有制的 他们的逻辑就是只要土地一归农民所有 农民就会买卖 这个小农所有自由买卖两极分化 就会导致地主和电农重新出现 就会导致土地兼并 组电冲突 甚至导致农民战争 导致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的那种 天下大乱的局面 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最近写了一本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农村改革的底线 是绝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制 或者说绝不能实行耕者有齐田 那这一头我觉得就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实际上它涉及到的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解 因为我们以往长期以来讲的都是这个东西 是吧 说中国这个传统社会的最大的特征 就是什么的土地私有自由买卖 土地兼并组电冲突 发展成农民战争 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 怎么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直接就涉及到 我们怎么看待传统社会的问题 除了这个以外 农村问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比如说现在有人说 这个农村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公共品的供应没法解决 是吧 有人说 而且前前年就是我们清华的一位 一位博士生 是吧 写了一篇很轰动的那个那个调查报告 是吧 其中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说法 说现在农村呢 人心散了 是吧 这个农村缺乏那种 那种集体行为行动的能力 是吧 人心散了 干什么事都干不成 是吧 说很多公共品的提供 需要一事一意 那个那位同学说 根本就意不起来 是吧 因为大家都没有公共观念 可是这种现象是什么产生 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吧 是因为没有人民公社 他就会人心散了 是吧 那么同样这位同学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篇文章中又提到 啊 说现在农民呢 这个家族观念太重 是吧 不管搞选举搞什么 是吧 他们考虑的都是家族 宗族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利益 是吧 那么因此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位同学 这文章里头啊 他实际上就有一个 啊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如果农民 他只考虑自己 那么就是人心散了 是吧 如果农民 要考虑更大的 集体呢 是吧 那么他说 这个集体 不是好集体 是吧 是 是宗族 或者说是家族 或者说是什么 什么别的 这个序论呢 要涉及到一些参考书的介绍 那么这个参考书啊 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当然是和教师有关的参考书 是吧 我们这个课 没有强制提供这个教材 是吧 因为我认为大学生的学习 应该是有自主性的 他们的阅读也应该是有自主性 应该是有自主性的 是吧 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参考书中 是吧 当然首先是和教师有关的参考书 这个不是因为教师的水平是世界最高的 是吧 而是因为既然大家在听我的课 是吧 那么当然他和我的思想是有最直接的联系 是吧 那么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 那么大家要这个课时有限 是吧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 是吧 那么就需要大家要去阅读 我对这些问题的有关的看法 那么这是这个教师的 关于这个农民问题的一些书 是吧 其次就是别人的这个著作 是吧 不是说别人的著作就比我的著作 那个那个那个水平低 是吧 当然不是这样 是吧 但是呢 这些著作当然就更为浩如烟海 是吧 其中代表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各个流派 是吧 像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 尤其是我讲的这个 对传统社会的 当 过去的一种占主流的解释模式 就是所谓关于封建社会的解释模式 是吧 我觉得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作就是 呼噜雷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这本著作 是吧 呃 当时对于呼噜雷先生评价很高的人 呃 甚至说 说呼噜雷先生的这本书啊 相当于一部封建社会的资本论 是吧 说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一个 呃 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系统的剖析 那么呃 当时研究传统社会的啊 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是吧 呃 我们现在呃 呃 这个呃 这个很多人对他评价很高的乡村建设派 啊 是这个呃 这个这个讨论传统社会的另外一支大家 啊 那么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梁寿敏先生 那么梁寿敏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 啊 因此大家也应该读一读 啊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 呃 我们的一些朋友正在大力推进乡村建设运动 是吧 呃 这个到底是什么叫乡村建设运动 是吧 我觉得也是呃 有必要了解一下 那么 郭德宏教授是呃 中央党校 那个那个 原来党史研究所的前呃 主任啊 呃 当时教研史的前前主任 现在已经退休了 是吧 呃 呃 这个理论根源就是 这个理论根源就是 就是马克思主义 是吧 而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理论 是吧 呃 呃 其实和我们土改之前讲的那些东西有很大的距离 啊 那么关于这一点 是吧 呃 大家看看呃 呃 那个欧洲的 或者说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看待农民农村土地问题 是吧 呃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考刺激的土地问题 是吧 这里我要呃 给大家讲一下呃 很多人是吧 呃 现在都知道这个考刺激是列宁骂得很厉害的一个人 是吧 呃 呃 列宁有一本著作叫做《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刺激》 是吧 这是很有名的一本 呃 一个小册子 是吧 他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 是吧 呃 但是我们要知道 即使在列宁如此痛骂考刺激的时候 苏联还是在一九二四年 以俄文翻译出版了考刺激的土地问题这本著作 是吧 而且呃 对这本著作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是吧 考刺激 而不是列宁本人曾经在一八九九年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跟考刺激识破脸了 其实列宁啊 以前对考刺激的评价一直是非常高的 只是在一九一七年以后 是吧 他才呃 那个和考刺激翻了脸 是吧 那么在呃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呃 我们知道这个马恩的迪传弟子就是考刺激了 甚至连他的手稿都是在考刺激和那个伯恩斯坦太太 是吧 手里的 是吧 那么包括资本论的后面的几卷 是吧 也是他们整理的 是吧 那毫无疑问 呃 考刺激和伯恩斯坦是马恩的迪传弟子了 是吧 呃 而且也是他们的那个文稿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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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恩格斯委托给他们的 那么他们应该说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权威的解释者 马克思本人没有写过系统的呃 谈农民问题的著作 啊 但是考刺激就写了一本叫做土地问题的书 土地问题出版以后 列宁在1899年写的一本著作叫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里头 专门提到 土地问题是 自从资本论以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伟大的贡献 是吧 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和资本论呃媲美的 是吧 资本论讲的是城市 讲的是工业 而这个土地问题讲的就是啊 讲的就是农业 是吧 而且到了以后 即使他在跟考刺激翻了脸以后 他仍然对土地问题这本著作 是基地的评价还是很高 是吧 但是我们在中国啊 我们中国几乎就很少有人看这本书 是吧 那个北大的董振华先生 有一次他提到 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啊 说他要研究这个问题 从北大图书馆借到 土地问题 结果一看在那个借书记录中啊 他是第二个人 是吧 也就是说这几十年来 这个考词记 这个土地问题的中文版 大概是呃 1958年出版的吧 是吧 1958年到现在 在北大那样一所学校啊 只有两个人看过这本书 是吧 这个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是吧 在俄国这本书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啊 是吧 那么呃 费孝通先生 是吧 的江春经济 是吧 呃 下面的这几本书 是吧 呃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啊 那么 斯科特的 这个农民的道义经济 啊 这本书啊 其实这个 这个中文翻译 我觉得不是很准确 应该是农民的道德经济 是吧 这本书其实是代表了 本世纪 而不是 20世纪70年代 由于第三世界国家 几次出现所谓农民革命 是吧 有人说20世纪 呃 这个历史 是吧 呃 尤其是除了欧美国家以外的 这个历史 很大程度上就是 五个农民国家 六个农民国家发生了 啊 革命的历史 而这个革命基本上按照他们的说来 就是 就是农民革命 是吧 呃 有一个 呃 有一个那个呃 国外的学者叫做 埃里克呃 呃 他写过一本书 叫做20世纪的农民战争 是吧 其中提到的就是呃 中国革命 俄国革命 阿尔及利亚革命 越南革命和呃 古巴革命 是吧 那么他把这些革命都叫做农民战争 是吧 那么由于这几次农民战争 其中最晚近的一次就是 就是那个越南战争 是吧 那么越南战争以后 国际上就出现了一个研究农民问题的高潮 是吧 这个高潮中产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 啊 这个争论影响很大 一直到现在都都很持续 这就是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和普普金的理性的农民 是吧 这两本书引起了一场争论 啊 大致上就是斯科特认为传统农民经济是非常强调集体主义的 是吧 呃 是是呃 是有一种那种呃 道义经济的氛围 是吧 是不提倡呃 赚钱最大化的 是吧 呃 这个传统农民有一种取向 就是为了集体的生存 呃 可以有权力呃呃呃呃 那个呃 侵犯富人的呃 那个财产 是吧 他认为这是一种农民社会的一种呃 一种传统 是吧 一种不同于那个理性主义的一种道德经济取向 是吧 那么他认为呃 这个东南亚的农民就具有这个特点 是吧 而且他说那个越南革命呃 越那个越南呃 战争的结局都和这一点有关 那么他写了这本书以后不久就引起一场争论 因为同样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另外一个学者 波普金写了一本书来反驳他 这本书的题目叫做理性的农民 是吧 呃 其中就提到 这个其实啊 传统农民比现在人啊 不是啊 更加温情默默 而是啊 呃 有更突出的理性 而且他说 东方农民在这一点上比西方农民更突出 是吧 呃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 那个呃 后来有一个荷兰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呃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 啊 叫做啊 叫做东方的农民比西方的农民更自私 是吧 呃 就写了一本呃 写了一篇这个文章 是吧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农民之间的竞争是很厉害的 是吧 呃 农民和现代社会的呃 呃 这些呃 这些人一样 是吧 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经济理性啊 所谓经济理性就是呃 通过呃 非常冷静的算计啊 呃呃 采取一种最 最有利的呃 经济运行模式啊 这样一种能力 是吧 那么这场讨论跟现在的农民问题也有很深的联系 那么这就回到我们刚才呃 讲的那些话题 今天 所谓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农民问题的延续 今天的农民向何处去 是吧 要明白这一点 首先我们就需要知道他们从何处来 是吧 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这个问题 比如 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朝什么方向发展 是吧 这恐怕就取决于啊 我们怎么看待传统中国的啊 啊 那个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吧 这个土地农友 会导致土地自由买卖 集中到地主手里 是吧 然后发生啊 那个那个社会危机 组电冲突 农民战争吗 是吧 我们传统是这样解释的 这个传统对不对呢 还有就是农民组织问题 是吧 村治 啊 村庄治理问题 和这个公共品供应的问题 是吧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人心散了的局面呢 啊 有人说 传统中国 对乡村还是很有组织的 是吧 呃 甚至有一种说法 叫做传统中国的啊 所谓专制主义是不存在的 是吧 呃 据说中国的那个呃 传统皇权只达到现一级 而现以下是自治的乡村 是吧 而这个乡村自治是怎么实现的呢 据说主要就是通过宗族和乡生啊 啊 来实现的 是吧 那么如果说前一个土地问题上存在着租殿神话 那么在这个农民组织这个问题上就存在着 是吧 所谓的宗族神话 是吧 那么传统农村 它的公共品 是吧 它的集体行为 是吧 呃 农民的组织 是吧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啊 这个我们需要了解 啊 第三 就是这个农民负担问题 是吧 大家知道呃 在前些年 由于农民负担问题曾经啊 使得农村的形势非常尖锐 是吧 呃 大量出现农民的那个上访和那个 所谓集体治安事件 是吧 以至于当时有一个呃 湖南的那个乡干部 是吧 曾经呃 给 朱镕基写过一封信 是吧 提出所谓的这个农 呃 农民真穷 农村真苦 农业真危险的 对对对的问题 是吧 那么呃 呃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农民负担就成了个很严重的 啊 话题 是吧 那么在农民负担的这个 呃 这个呃 呃 减轻了以后又加重 减轻了以后又加重的呃 呃 这个现象中 是吧 呃 有人呃 呃 就呃 觉得啊 这个事情恐怕是啊 是有一个呃 历史根源 是吧 因此就提到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农民负担 是吧 到底是一种按一种什么样的 那个呃 呃 那个机制在运作 是吧 呃 呃 我们现在知道 到了目前 啊 又一个问题比较尖锐起来 这就是这个呃 呃 农民城市化的问题 是吧 包括户籍问题迁徙权问题与城市化问题 是吧 呃 这个问题就和历史上的流民问题 是吧 呃 以及和呃 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啊 大量农民进城以后 城市的 这个呃 穷人社区的这种问题 是吧 呃 我们有一位 呃 也是一位朋友 啊 最近写了一本书 啊 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 呃 贫民窟是呃 一切呃 灾难的根源 是吧 说这个呃 世界上的这个农民问题和城市化问题 啊 只要没有贫民窟就是成功的 是吧 只要有了 那就是失败的 而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成功了 是吧 因为中国的呃 这个这个 这个 呃 现在一方面出现了高速城市化 另外一方面城市里头又呃 没有贫民窟的呃出现 是吧 呃 因此他们 他说啊呃 这是呃 一个奇迹 是吧 呃 但是我们这位朋友啊 呃 他说话说到这里就戈然而止 是吧 他就没有讲 是吧 那么 他说啊 现在我们有14000万农民工进了城 但是城里头没有出现贫民窟 是吧 但是他说到这里就戈然而止 没有说 那么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 是吧 那么这些人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不是现在的问题 是吧 这个 这个恐怕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因此啊 我觉得这个 农民的户籍迁徙全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啊 恐怕也有一个啊 我们怎么认识历史上的啊 这个农民城市化啊 这样的过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